新闻事件 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 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并且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事件呢 具体是发生在2017年10月29号晚上的11点半左右 那么李某呢 驾驶着轿车驶入了一个小区以后 停在小区通往地下车库的主要通行道路上 并且呢 车内还开着广播 大概两分钟后 吸毒者林某就从11米高的四楼坠地 那坠楼地点呢 正好就在李某临时停车的车头前方 三分钟以后 对一切毫无察觉的李某就开动车辆向前行驶 车辆行驶过程当中 李某感觉车辆行驶受阻 于是下车查看 查看以后 李某以为轮胎破损并没有查看车底下方 也就没有发现摔在地上的林某 然后呢 他就上车继续驾车前行 在行驶当中 他仍然感觉不对劲 于是 李某第二次下车查看 这一次 他就发现了车底有个人 于是呢 他立即倒车 将林某的身体露出 并且立即报警 拨打120急救 那么林某被送到医院时呢 有自主呼吸 两天以后 在11月1号晚上经抢救无效死亡 结合病例资料 法医学鉴定书 现场勘验笔录 事故认定书等证据可以证明 林某坠落地面时并没有当场死亡 林某一方放弃了尸体解剖 从而导致无法查明详细的死因 那么 驾驶车的李某的行为 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或者是故意杀人罪 李某到底该在这起事故当中承担多大的责任 就是相关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今天我们就邀请广东国徽律师事务所 党支部书记合伙人曾刚强律师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曾律师你好 你好 感谢曾律师 李某开车碾压坠楼的林某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他是否构成犯罪 比如说过失杀人罪或者是交通肇事罪呢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呢 这个过失自然死亡呢 就是因为似乎大意 没有注意 或者已经注意的轻性能避免造成的 一般甚至高空追悟啊 或者是在封闭的工地里边行使的车辆 这个交通肇事罪呢 就是想这个根据刑法133条 还有我国那个学校院的事法解释 就因为发生交通事故自然死亡 而负事故的主要或者强步责任的才构成的 因为这方面呢 交警没有给出的这个主要强步责任 所以说他就不构成那个交通肇事罪 因为交通事罪本身也是过失杀人罪的一种 当时他是特例 谁在公共区域因为交通工具发生事故自然死亡呢 就是一点要给大家说明白的 另外一个呢 他没有吸气解剖 这里也有个争议焦点 他从11米高的四楼坠毁 一般情况下都会造成死亡的 当时他送到医院也有呼吸 也就是说他坠毂的当时并没有死亡 这里就是有一个争议的焦点 就是说到底他是坠毂死的 还是交通死的 还没有分清 说了在这个情况上呢 就追及不到这个司机的 这个交通肇事的刑期责任 那么这个案件呢 是法院最终认定李某承担交通事故70%的责任 大家会觉得这个承担的责任比例比较高啊 有些人就不太理解 那么首先因为他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他自己坠到地上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然后继而那么李某他又驾驶车辆拧压 为什么李某要承担相对比较高的责任呢 这个高他是分担开来的 他是这样的 他有个背景资料法院也透露出来 他就说呢 这个高空坠下来跟那个车辆的两压 两性两压都是致死的共同原因 他呢就是可能终合法医的这个分析给他这一起参考意见呢 因为最楼的占百这五十五 这个两压呢 百分之四十五 因为他百分之四十五 因为他百分之四十五 没超过一半嘛 所以他就没丢就是信息责任 然后的法院又终合他这两性两压 就是无大意比较大 也就是说他再百分之四十五 交通这个两压致死的这个责任里边 再放他百分之七十 我认为这个法院这个比较合理的 因为当事院的家属是索费一百一十六万嘛 我们看那个背景资料嘛 要在百分之四十五之内再承担百一七十 然后呢就判了 晚上是一万多 我认这个判解还是终合考虑的 案件的整个情况 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就是对于林某的死亡 林某要承担百分之七十的责任 并不是这样 而是林某在交通事故当中的 这百分之四十五的责任当中 承担百分之七十的责任 那么这样来理解呢 法院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呢 可能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非议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可能就是要分两个阶段 一方面是林某坠楼的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是他自己的原因大一些 另外呢就是 如果是他当时就死亡了 驾驶员林某就不用承担责任嘛 那么事实上也是他当时没有死亡 所以他就要承担责任 如果当时他死亡 这个责任非常 因为这个法医监定没有 这个阳告方也放弃了 也是很难认定 因为他掉下来之后 他两三分钟就两压过气了 这个是很难分清的 法官从一个公平合理的责任来讲 怎么样都要判 这个司机一部分的责任的 因为这个很难分清 因为这个坠楼在先 两压在后 所以说法官呢 就终合一种平衡 如果说很清晰明了 他当下来就死了 你看两压干死 他就两个尸体而已嘛 公平合理 道义上的责任来讲 那么你这个司机都 要拟保这个司机 加属一点 这个悲强的话 我认为这个 判他这个交通 这个两压 百分之三十是比较合理 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分清 所以说呢 他就扑出来 最楼百分之五十五的 这个责任之后 再从百分之四十五 分个百分之七十 我认为比较合理 因为他有两压两压 而且呢 这个还倒车 造成了他二次伤害 这个判的比例 我这个从第三方角度来讲 还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法院呢 最终是认为啊 就是李某应该承担 交通事故的 百分之七十的责任 也就是 林某损失的 百分之三十一点五 那么最终呢 超过交强险部分呢 是由保险公司 根据相关的合同约定 赔偿呢 共计是三十九万元 这是这个案件 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 对是这样的 但是呢 这个法院呢 还有一个综合 这个司机角度来讲啊 从这个一个 更公民合理角度来讲 因为你这个 杨告芳 这个司机家属 把这个放弃了 是讲了 也就是说 他有可能认可 他这个亲属 可能是罪漏 是死亡的 所有原因 另外呢 我看那个视频 流出来 法官也透露一个信息 就是说 罪漏之前 那个林某呢 他有息息病毒的 说说的综合因素来讲呢 就如果说网友 搞得比较高的话 我就法官呢 判决结五十 也是一种合理的范围 当时呢 法官就会是 赢道主义啊 又中国考虑的话 又两心两压嘛 判决结七十 也是法官的 一种自由财量 跟那个内心的 那个心动 跟综合平衡的 一种结果 其实在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 一个细节 就是在事发的时候 李某的车内 是开着广播的 那应该说 这个广播的声音 应该比较大 否则一个人 深更半夜的 从四楼坠地 并且就落在 自己的车辆前方 你就单单只听到 声音也会 马上下车去注意的 而且呢 李某还从 这个人的身上 碾压过去 那么第一次 还没有觉察到 所以在这里 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 就是车内广播 也好音乐也好 声音不要放得太大 一旦发现 车辆行驶一样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一定要下车 仔细查看 好 那么在这里呢 也再一次感谢 广东国徽律师事务所 党支部书记 合伙人 曾刚强律师 那么大家如果想获得 我们节目的图文资料 欢迎您关注 个案说法的 微信公众号 在历史消息当中 就可以找到 这期节目的 全部图文资料 那么大家在 生活工作当中 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 向我们进行咨询 您可以添加 15974827467 这部手机号码的 微信号 就可以找到我们 他们都非常的资深 专业和负责任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